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故事 什么样的演出 什么样的剧场呢 今天汉轩特别邀请到两位朋友来到了现场 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在生活当中的故事 每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伙伴 很多都是斜杠的伙伴 所以今天又是一个斜杠到哪里去的伙伴呢 第一位呢 是放客剧团的柚子 嗨 大家好 我是柚子 还有另外一位是资源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资源 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柚子 那我目前是放客剧团的团长 那这个剧团是在高雄市 那我本身呢 自己是高中的数学老师 刚刚呢 这个笑容有没有听起来有点诡异的感觉 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就是呢 他其实是一个数学系的高材生毕业 然后毕业之后呢 你就好好去做一个老师就好了 可是不是哦 他玩音乐 而且玩音乐玩得非常的好 而且是那种拿过大奖的人 在音乐界很多的伙伴一听到 是柚子吗 哇 是他吗 然后大家就会眼睛为之一亮的那种 接下来他跨足到剧场里头的时候 柚子每次在做戏或做的演出 都会让我们觉得 哇塞 你好有勇气 你要做这个东西 可是做出来的时候 他不是会让你觉得 他在演什么我看不懂的演出 而是在看完之后 你会很深层的去想 诶 对耶 比如说他很常扮演莎士比亚的剧本 然后去做改编 然后我们在看的过程当中就会觉得 柚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这个数学老师 你为什么不好好上课 你为什么不好好地去玩你的音乐 哇 在剧场的演出里面 不管编导演 这整个过程当中都会让我觉得 非常非常的亮眼 所以我就觉得 哇 今天一定要邀请他 来到节目当中 跟我们一起分享 他的故事 他的生活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喜欢玩的人 就是我很爱玩 所以就是像音乐也好 像乐团啊 像剧场也好 就是我觉得很好玩 所以我就会 就是会栽进去玩这个 那你刚才有讲说 为什么我就会去跑去剧场 对啊 其实怎么说 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 其实我很爱表演 你知道大学有那种 就是服务队嘛 就是寒暑假会去 那个国小啊 或比较偏乡的地方去 去服务啊 去带娱乐 那个娱乐营 然后还有做一些简单的表演 那我就是在那个服务队里面 就养成那种很爱秀爱线的性格 对 那你知道那个服务队啊 你不管表演的多懒 小朋友都很嗨 大家就觉得说 哇 你好像他们的偶像这样 从此我就会说 这种明星光环很爽的 原来这是一个信心养成的一种方式 没错 可是我会觉得 其实老师跟 比如说老师跟演员啊 跟那个乐团的乐手 我觉得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都是表演者 就是他们都是在 比如说老师他也是在表演 他的舞台就是教室 然后他的观众啊就是学生 所以其实我觉得 就像我现在当数学老师 我会觉得说我每次去上课 好像是做表演一样 就上去然后做表演 你就把那个人量释放 是 所以啊我就在想说 其实真的有 在我生命当中有很多的老师 真的都很有热情的在教学 所以我就不断的会勉励自己 或者是要告诉自己说 我想要成为一讲台上 或在舞台上面 可以让台下的观众不要睡着 而且因为你自己的努力 让他有一点点不同的想法 我就觉得 哇这真的很功德无量 当然呢 刚刚在聊了这么这么激烈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能冷落的资源 对不对 因为资源也是一个 我觉得也很特别的人 因为他也是一个斜杠的伙伴 而且呢 刚刚其实我们在就是一开始在录音之前 我们在聊的时候 柚子就说他是一个很边缘的人 我说哪有啊 怎么会 你干嘛这样说人家 来来来 我们赶快请资源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表演艺术啊 我觉得应该就是 其实一直以来 从小时候就很喜欢跳舞 然后我也一直就是很喜欢 很喜欢舞台表演等等 那其实是大学才开始接触戏剧 而且在大学以前 我其实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 往演员这个方向走 因为我其实 说到边缘我觉得 也许不是边缘 而是一个不合群的人 对 就是高中的时候 其实我是念美术班 但我是我们班唯一一个 没有继续往美术设计这个方向走 而是跑到戏剧系 跑到一类去了 因为我们其实应该算是第五类组 对 可是我觉得我们都有发现自己原来是有表演魂的 虽然大家第一眼看到我会觉得 这个人看起来应该是个肢体障碍 这个人看起来应该很文静 可是只要看到我跳舞过的人 或者是只要看到我就是戏魂上升的人 就会发现天哪这个人很敢演 这个人没有包袱 这个人很浮夸 或者是就是他的情感很容易咻就蹦出来了 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可能真的就是我们自己也很清楚的知道说 我就是有这个属性 我就是当那个舞台来了 当我那个表演的感觉上来了 我就会变一个人 我刚突然在想象就是资源在念美术班的时候 那种压抑跟痛苦 那个是我应该会气到把画笔折断的那种程度 你知道吗 的确会觉得就是除了美术之外 我会想要尝试各种不同的表演 比如说就会掌握每一次校庆的机会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唯一一个特殊班 我们在校庆表演的时候就是会弄的花枝招展 那到时候就要跳舞表演 我就会是那个自告奋勇 所以说我要编舞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把事情弄搞得很大的那种人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还蛮特别的经验 因为这样走过来的过程当中 学美术也好 学戏剧也好 或者是在做表演艺术 或者做视觉静态等等的艺术 都是对美的追求 那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放客剧团的柚子还有资源 来跟大家分享 他们接下来呢 要带给大家一个很棒很棒的创作跟演出 不过呢 在这个分享之前 我们先卖个关子 因为我想要先请柚子来介绍一下 放客剧团好不好 你要介绍放客剧团吗 对对对 我们不要用太严肃的方式 我们不要说了解 他成立于民国 怎么说呢 就是我会成立这个剧团 坦白讲 算是有一点私心 因为我自己是演员 就是一开始我们会在 我是在南风剧场 就是当演员 那演久了之后呢 总会希望说有一些角色你很想要演 或者是有一些剧本你会很想要去诠释这样子 但是问题是你要等别人来找你 就是我们是被动的 就是等剧团呢 觉得说这个角色很适合你 他才会找你 你不能总说说我好想演这个角色还是干嘛 或者是我觉得这个剧本很棒 要不要演这样子 那我就想说那这样子好不好 我干脆来创一个剧团 那这样子我就可以自己就是去主导这个剧啊 我要演哪一个剧本啊 哪一个作品这样子 然后也可以自己演 所以当初的成立其实是这样 就是觉得说我自己当演员 想要有那个舞台 那我自己成立一个剧团 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方式啊 用我自己的想法去发表作品 那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是 那我想问问资源是 在你来到放课之前 你认识放课剧团吗 我应该是在第一份工作 在前一个剧团的时候 那时候去做宣传 刚好到柚子哥的学校 然后那时候才知道 哦天哪 一个数学老师竟然有一个团耶 是 对 因为呢 我知道资源他也是学校的老师 对不对 对 你看呢 就是 你看这些人真的是很莫名其妙 因为当老师不好好当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去做这些很不同的事情 不过我真的觉得 他就是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多姿多彩 那放课评长会带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类型的作品呢 嗯 放课剧团就是 我觉得它还蛮特别的 因为它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剧团 那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在处理行政的工作 那我觉得我们一开始啊 从一开始就很明确 就是我们想要做一个很有独立风格的一个剧团 那取名这个放课啊 我觉得也是蛮好的 这是我很骄傲的事情 就是我取了一个很棒的团名 因为这个放课是一种音乐的风格吧 那这种风格就是有点自由啊 不受拘束 然后它又有一点那种力量啊 就是把能量释放的那种感觉 那我觉得我们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作品 然后我们通常都会在小剧场演出 就会在一些黑盒子啊 或者是小剧场 比如说以前的那个281 威武营的281 那现在就是在建军展 就是建军跨域基地 是 对那种小剧场演出 那我们跟观众的距离会比较近 那这种感觉我觉得是 跟观众来 跟观众在一起啊 那种亲密的感觉 我觉得很棒 所以我们一直都是在小剧场 然后做一些 大概是其他剧团 比较不会touch到的那种主题 我们会去玩这些主题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每次在看到放课的演出 然后呢 刚刚柚子有跟大家分享到 是小剧场的演出 其实小剧场呢 它其实是可能 它从它的规模上面来说 又或者是说 它比较充满了实验的性质来说 不过我觉得最棒的一件事情是 因为它的规模 因为它的实验的性质 我们所有在看的观众们 跟表演者的那种呼吸 还有它跟它之间的那个距离 你会觉得 我好像是一个好朋友 在我面前跟我在聊一个故事 然后呢 比如说 每次我在看这个演出 我们之前在看到的那个地下教室 地下教室我已经三刷了 我已经看到 就是每一个时期的学生 每一个时期的老师都不一样 然后呢 我每次在看的时候 然后其实这三刷的过程当中 我每次看 我每次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不同的震撼 然后也刚好就是在不同的场地 去看到这些故事 然后在看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 一来是我真的觉得 我跟台上的人越来越靠近 那个靠近不是说 坐的距离越来越靠近 而是说 他在讲的内容 或者他的呼吸 又或者是说 这个人 他在进行这个表演的时候 我就又很用心的是 他会依照每一个演员 每一个表演者 他的调性 还有他会做出来的能量 去做调整 所以你不会看到说 在舞台上面 有一个能量超级无敌高的人 跟一个能量超级无敌低的人 然后两个人就好像是 很奇怪的组合 不会 你会看到的是 我们所有人都产生了 很特别的共鸣 然后就像是刚刚放课的原因 就是他是很自由自在的 对 很自由自在的过程当中 你不知不觉的被他影响了 好恐怖哦 我怎么每次在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 或者是我每次看到放课的作品的时候 明明可以很自在 很轻松的来看这个演出 可是我在看完之后 我却会有很多很深层的想法 被重新打开了 然后我会带着很多很多的疑惑 然后有很多的对人生不同的态度 离开剧场 我觉得这就是放课 他很有魔力的地方 谢谢汉轩的美业 不过汉轩你提到一点 这也是我们怎么说 就是我身为创作者 但是很奇怪的是 其实很多人 就是看完我的作品之后 都会跟我分享说 他们看到了什么东西 或者什么主题 他们体会到这个剧在讲什么东西 可是每次我都跟他们说 坦白讲我真的没有很设定 说我要讲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个很像是一种 比如说我们去美术馆 看一个美术的作品或艺术品 那你看每一个人 他都会有不同的感觉 那你看到感觉那就是你的 那有可能说 当初在画这个作品的人 他可能没有很刻意说 我要传达什么讯息 可是观众竟然有接收到 对 所以很多时候变成说 观众告诉我说 他感觉到什么 就是这个剧可能讲到哪些东西 那我回去再去看这个作品 发现说 对好像有 可是我自己起来 就是当初在创作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种 也是表演艺术啊 在剧场啊 就是好玩的一个地方啊 就是他很自由这样子 观看的方式 是 所以呢在这样一个自由的气氛底下 我想问资源是 你们在这段时间里面 你们已经开始在做演出的功课 然后或者是排练对不对 你会觉得他们真的很自由自在吗 我觉得还蛮自由的真的 我们来聊聊看就是 我们等一下 我们先把那个柚子的耳机关掉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来聊聊看你对于这个团 或者对柚子的 就是他们在做这个排练啊 或者是在制作一个戏的那个感觉 跟你以往合作的方式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 其实他不花俏耶 可是他做出来的东西就是 很亮 因为他会把 应该是角色塑造的关系吧 就是会抓出一个 好像是我们很能够去连结上 生活中的某一种样态的人 所以其实演员应该会是去 诠释某一种形象的那种类型的人 可是他又会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设计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有点像是 虽然台词很多 可是很像我们在看某一些很精致的墨具 他的动作其实也许幅度微小 可是他每一个东西 每一个环节都很精致 我觉得这是在这次排练的时候 跟演员工作上觉得还蛮特别的地方 因为其实没有太大动作 或者是太很激烈的动作戏 可是那每一个就是一平一笑 还有那个情绪之间对话 就会很像是 好像真的有一种墨具 在身上发声的感觉 可是那个台词又是很有趣味的 而且甚至是很刺激的那些台词 是 好所以我们刚刚还好 我们没有把某子的耳机关掉 因为大家还是听到了就是资源对于放客 对于某子 他在整个作戏的这个风格 或者团队的这个氛围 然后去做了一个很不一样的分享 赶快赶快 我们现在赶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在现在 你们正在制作 正在排练的这个戏 然后叫做是 找莎士比亚喝下午茶 他其实就是我 应该说算是两个小品的作品 因为他两个作品 其实时间都不长 大概都是二三十分钟左右 那我就想说单独一个作品 当然就是比较单薄一点 那我把两个作品放在一起 让大家一起来看 那这两个作品呢 都是改编 就是翻完莎士比亚的作品 所以我就把它定称叫做 找莎士比亚喝下午茶 那它是下午茶 也不是说什么大餐啊 或者是什么豪华的饗宴 但是我觉得它的定位就是 一个下午茶 让你很轻松很愉悦的 去度过这个关系的时光 这样子 难怪 因为我一开始我在想说 为什么不找莎士比亚吃晚餐呢 又或者是为什么不是吃早餐或午餐 然后吃buffet 原来下午茶是这样子的一个由来 对对对对 那这两个故事可不可以大概的跟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会在这里面我们会看到什么 或者是说在这些故事里头 它到底是用什么样的一个莎士比亚的作品 去把它组成出来的呢 好的 我先介绍第一个作品 第一个作品叫做马克白与奥赛罗 那马克白与奥赛罗它是两个莎士比亚 就是算四大悲剧里面两个很重要的作品 可是就是大家其实 尤其是台湾啊 台湾好像比较熟悉的就是哈姆雷特啊 什么罗密欧与朱利叶 那这两个作品反而比较少 那当初我就想说 我想把这两个作品结合起来 因为这两个人物啊 一个马克白一个奥赛罗 其实它背后都有一个马克白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个马克白夫人嘛 那奥赛罗也有一个老婆 他的老婆名字很难念 那老婆名字叫什么 台诗游莫娜 对 真的很难念 对 我们就姑且说就是他老婆这样子 那其实这两个故事呢 事实上呢 有谈到一部分 就是这两个主角跟他老婆之间就是他也有一些情欲啊 或者是一些就是人性啊爱情的诠释 那我那时候就想说这两个故事能不能结合起来 我一开始的想法还蛮妙的 我一开始想法是他们两个是被放逐的太空人 然后两个太空人 然后在太空场里面 对 然后有一个就是 如果你有看过那个2001太空漫游 就是里面这个太空船里面会有一个智慧型 我们现在讲AI嘛 就是AI的机器人就对了 然后这个机器人刚好是他们的心理医生 所以他们两个就跟这个心理医生呢 就是在交谈这样子 谈说他们过去啊 跟他们这个女孩啊 就发生了事情啊这样子 那可是我觉得 第一个我是团长要考虑到舞台的制作 我觉得做一个太空船好难哦 我刚刚就想说 你刚刚就要有太空装太空船 然后要有这些东西 哇这个太难了 后来我想好那我把设定弄得简单一点 就是奥塞罗跟马克白呢 同样他们这个有点算微剧透啊 他们同时要去某一个地方 去找一个人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碰面了吗 就开始聊起来了 然后他们就会聊到就是过去啊 就是马克白就会聊到 他的老婆马克白夫人 那奥塞尔就会聊到他的老婆 就是名字很难念那个老婆 那这两个人对待他们这个女孩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因为像马克白夫人他比较强势一点 所以那个马克白在他面前就会比较弱势或者是比较懦弱这样子 那像奥塞罗的话他是很疼他的老婆 对就是把他当成好像是宝贝 但因为奥塞罗本身他是黑人嘛 就是他是摩尔人啊就是黑人 所以他其实我觉得他有一点自卑啦 所以事实上他很爱这个老婆 可是呢他又很怕失去他 所以这样子情况之下就会开始有一些嫉妒 他老婆只要跟别的男人讲话 他可能就会开始嫉妒 所以我就安排这两个人碰面了 然后开始聊他们跟他们那个心爱的女孩的故事这样子 然后这里面会穿插一些幻想的场景 也就是他们会突然跟幻想中的那个老婆开始对话 有一个时空的对话 所以这个还算有点奇幻风格 刚一听到这样的一个组合 而且太妙了 我在想说天啊如果莎士比亚现在还在的话 他一定会非常的感谢你 就是你让他的剧中的人物 而且是两本这么这么悲剧的人物出现 而且用这么特别的方式在对谈 然后这个对谈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其实如果你没有看过马克白 你也没有看过奥赛罗 真的没有关系 因为你透过这出戏 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发生了什么事 而且他们有多么的有趣 如果说你没有接触过这两个故事 那你来看这个故事之后 你再回去看那个剧本 你会很清楚 对 因为其实这个故事啊 虽然它很短 但是它其实就是有切入到说 这两个作品的核心这样子 还有另外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 赶快来跟大家分享 这一出剧呢 叫做埃及艳后备忘录 这个作品呢 其实是几年前啊 我们应魏武营的邀请 然后当时候是要在凤山地区啊 的一些比如说咖啡厅啊 或者是一些餐厅 然后去做一些比较小规模的演出 那时候他们的要求是 因为那个好像是建成 不知道是凤山建成不到几周年的事情 所以他们希望说 这个剧要有那种穿越的感觉 就是穿越剧的那种感觉 然后可是又不能太长 必须要在半小时之内 就是演完这样子 而且那个演出的现场 其实并不是很大 而且又不是正式的演出场所 那那时候我就想说 那要演什么好呢 然后我就想说 那这样好了 我来就想到说 跟莎士比亚的剧本啊 就是埃及艳后 然后凯撒跟安东尼的故事 那我想把它搬来演成一个现代的版本 那那时候因为你们知道 大概在五六年前那个时候 其实那种穿越剧 就是在大陆很流行 对对对 那个时候是正夯 对正夯的时候 而且大陆那时候有一个系列的那个作品啊 叫做小时代 我们台湾的观众啊 去看就是小时代 那时候我看的感觉是 他们讲话 里面的男男女女在谈恋爱啊 讲的话都是 就是不太一样 那个调性是不太一样 那我有点想说 刻意也不能算是嘲讽啊 而是说觉得那样子讲话蛮好玩的 那我就在这个作品里面 想要就是用这种方式去 去呈现那种台词 就比如说这个台词 可能会变成说 嗨你好啊 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就类似这种 就好像是那种电影的那种 小时代那种电影会出现的那种台词 是 这里面呢 当中就是有一个埃及艳后 不过他是从就是他是古代的人 然后呢复生到现在的一个角色 对 所以有点像是应该说是前世的灵魂啊 然后在这一世的身体里面再出来 这样子跟自己对话 所以有点这样的感觉 那该不会埃及艳后就是资源会出现在 在这个角色身上吧 嗯没错就是那个被附生的女孩 是 那所以既然被附生 这个女孩就会有三种样态 对因为就是她的前一世 她本来的样子 还有结合在一起的样子 对那当然就是会做一些肢体跟声音的变化了 对那我觉得其实这个角色有趣的地方就会让我去想到 其实虽然某些地方还真的蛮荒谬的 可是仔细去想一想 嗯那些日常生活中确实有一些女生真的把男生耍得团团转的 这种女生还真的挺有手段 很厉害耶 对啊所以真的不能小看这个角色 虽然她某些时刻看起来很荒诞 是 不过呢我就其实在这个在聊的过程当中 我要稍微跟我们的听众伙伴形容一下 就是资源长得真的很像美术系的女孩 她就是看起来静静的 然后她真的可能随手拿着一支铅笔 你十分钟看到她已经画完一张素描之类的一个女孩 然后就想说哇她要挑战这三个不同的角色 然后呢在这个切换的过程当中 大家有没有听到埃及艳后哦 然后在这个戏里面到底资源会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刚刚有她刚有跟大家分享 就是呢她是一个真的很爱演 而且在演出的时候你真的会 非常的惊艳的一个人 所以真的大家要很期待就是这一次 找莎士比亚喝下午茶的演出 然后呢如果我们想要知道更多关于放课的资讯的话 我们可以到哪里去搜寻 可以搜寻脸书 我们有粉丝页 然后我们也有IG啊 那这边我要就是希望观众多多去加我们的IG 因为我们的IG粉丝很少 对我们这一次啊其实 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一作品呢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刚好我们的很好朋友 就是我跟汉轩都很熟的朋友 那同时也演出过汉轩好多个作品 就是罗永昌 那她是我很好的一个朋友 那她跟我一样就是 以前是在玩乐团的 然后后来都到剧场 所以我们认识已经是蛮久了 然后从那个对手啊 敌手啊 现在变成是工作的伙伴 那她这一次答应来参加这个演出 我真的蛮开心的 因为就是跟她在一起演出 你知道跟那种就是能量很高的 然后表演技巧很好的演员 在一起演出 演对手戏 那真的是很快乐 很过瘾的事情 对 所以因为她要演 然后就本来本来我会觉得说 我已经很很久没有当演员了 有一阵子没当演员了 可是呢 因为她要演出 所以我觉得 我好像好想跟她演戏 所以我自己就下海了 听众伙伴们 你这一次如果有来看的话 那真的是烈好奇 你知道吗 你可以看到资源 你可以看到柚子 你可以看到永昌 轻轻松松的走进剧场 找莎士比亚喝下午茶 我相信在离开的时候 你会看到更多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如果还有更多的机会的话 我希望未来我们在我们的节目里面 我们还可以再继续的邀请放客 邀请资源 一起来跟大家分享更多更多 跟表演有关 跟生活有关系的故事 好不好 太棒了 最后我们就请资源 还有柚子跟我们的听众伙伴 要说声再见咯 谢谢 再见咯 拜拜 拜拜 谢谢 谢谢所有的伙伴 今天的收听 我们是943 人生小剧场 我是汉轩 那我们就下周见咯 收督 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 更多的év ses 看着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 还是先祝福了 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